最近由张一山主演的新剧《七个我》正在腾讯视频热播 随着剧情推进 沈亦珍的七重人格也在不断解锁 继暴力人格崔浩月和少女人格莫小娜之后 一身西部牛仔风的朱长江也正式上线了 一出场就自带尬无属性 瞧着魔性程度 所长也就看了二十几遍吧 要说张一山饰演的这七重人格中 最会撩妹的就得属崔浩月了 不光情话张口就来 比心耍帅更是酥到骨子里 不少网友看了这段撩女同事的片段后 直冲张一山竖起大拇指说 流行你越来越本事了呀 崔浩月负责撩妹 莫小娜负责花痴 这位身穿粉红少女范儿睡衣的小工举 最近竟然看上了女主角的哥哥 还要上了电话号码 所长看到这波操作不禁感叹 原来这才是女追男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这个男生简直 简直帅到逆天了 别废话拿来吧 拿什么呀 你哥哥的电话号码 看着莫小娜的一颦一笑 网友都表示仿佛看到了杨子的影子 惊讶 嘟嘴 撒娇 搞怪 刘欣和小雪都做到了神童步 看来是时候请刘美女士出来管管了 宋丹丹忙着给演员的诞生当评委 本以为张一山会参加节目秀把演技 没想到张一山不光直言拒绝 还表示 我的表演是宋丹丹 我是招呼的 七重人格 七种惊喜 想要体验更多张一山的分裂式演技 一定要锁定腾讯视频电视剧频道哟 没想到张一山的分裂吗 打开 感谢观看